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 那么我们的标题现在看到的是 南卡这个川普大胜之后呢 选前换将 把共和党的叫做全国委员会主席给换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么川普能够随便换掉党主席吗 这是什么情况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 好,那在开始之前呢 先说一下妮奇·黑莉的事 妮奇·黑莉呢在南卡大选之后 选举之后输掉了 还是坚持不退 但是他的声量已经小得多了 因为他在自己的州,自己的家 自己努力最多的地方输掉20个百分点 那你说他还有40%啊 那但是这说明不了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都现在怎么看 因为南卡是一个叫做开放式的选举 叫open primary 所以呢有很多的民主党人跑过来 来帮黑莉投票 即使投成这样才投到40%不到 39% 所以很多人都这么去猜啊 那关键还不在这个地方 关键是在于他的金主现在出现问题 我们上次节目说了啊 这个妮奇·黑莉似乎不差钱啊 几乎是一点迎面都没有 但是一月份全都募到1700万 这1700万人 这背后的这个给钱的人 把这钱丢到水里去吗 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呢 好,那么现在确实想来想去吧 大概他们不能一直这么做 那今天的消息是哈 两个这个黑莉的大金主 一个是领英 LinkedIn的老板创始人呢 叫霍夫曼 那么宣布就是说不给钱了 那么另外呢就是叫做 叫做扣和帝国 那么叫做Charles Koch 他也决定说他的那个PAC 也说以后只是口头支持 以后也不给钱了 那么这个扣和就是K-O-C-H 扣和家族呢 他是一个美国 一个商业帝国 他其实是美国 他的这个家族的 是由一个他们的老祖宗哈 Fred弗利德扣和在1940年创办的 后来发展成美国的著名的 叫做叫做科赫工业公司 这个工业公司是没有上市哈 它是美国第二大 第二大的私人企业 在五年前他的年收入就到1150个亿 科赫家族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政治上非常活跃 一直是共和党的稳定的最大的金主 包括布什家族哈 那么竞选和这个这个怎么讲呢 都是扣和家族就是 基本上就是他们的钱袋子哈 钱袋子之一吧 所以一直都是资助共和党 资助布什家族家族 或者说资助这种 共和党建制派的哈 这么些人物 所以这次呢 也包括出来这个支持尼克黑里 那黑里述成这个样子呢 他也说 我们以后就嘴巴上说说就好了 钱就不掏了 因为掏出来那些 丢到打到水里去哈 到最后还是觉得不干这个事 好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 尼克黑里说 我在3月5号超级星期二 16个州的大选 那么选完之后呢 我再决定我要不要选 他言下之意就是 到那时候要是还没戏的话呢 我就退选 是有这个含义在哈 那到时候他有没有戏呢 他百分之百没戏 他肯定是没戏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迹象 看到黑里在任何一个州 有任何的机会 在这个南卡哈 他这个竞选 他是各个 怎么讲 各个选区来看的 所以呢 你要是赢了哪个选区 还能拿到一两张 这个代表人票 他是全部输掉 输得过光光的 黑里是一票也没拿到 所以是这么个情况 那就就我所知是这样子 好 那么现在呢 南卡选完之后 川普现在干什么呢 基本上哈 叫做爱荷华赢了 辛亥普什尔赢了 南卡赛赢 那基本上 按照美国的传统的 这个历史来看呢 那就是江山底定 那所以呢 川普就在 今天可以说是今天 换掉了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叫做Rona McDaniel 全力准备备战大选 我知道有些不喜欢 这个川普的人 特别我的推特上 我的这个油管上不太多 推特上一大帮人 就是经常在骂川普 我在想80%应该是 那个那个叫做什么 中共的粉红哈 20%呢 因为反正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吧 主要是乌克兰的事情哈 所以不喜欢川普 那么就骂川普搞独裁 那现在 这搞独裁是不是抓到证据了 党主席可以随便换掉啊 而且这个现在出马来 竞选共同主席的 其中一个人呢 是Lana Trump 就是川普的 这个小儿子的儿媳妇 所以呢 变成说自己随便换掉党主席 然后让自己家的儿媳妇 来当党主席 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不是就跟 跟习近平一样独裁啊 这个川普是怎么个独裁法 所以呢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讲的也就是 美国的政治常识 好 先说一下 这个被换掉的 这个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 叫做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他的名字叫做 Rona McDaniel 麦克丹尼尔 他呢就是 在南卡选完之后 他就宣布说我要辞职 然后呢 他是从2017年开始 就出任这个RNC的主席 已经到现在七年了 是美国近几十年来 在任时间最长的党主席 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辞职呢 他的辞职跟川普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叫从这个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党主席到底是个什么说起 要说这个呢 我们还得倒退一步 从什么是共和党说起 这个共和党和这个共产党啊 你听起来就一字直诧是不是 但是却是长得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 美国的政党 政党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民间俱乐部 是一个组织分散的一个党 他的主要的人物呢 他的领袖人物呢 基本上都是义工 都是社会上的名望人士 有自己的公司 或者自己是律师等等之类的 都是义工 下面办事的呢 会有那么一些拿工资的人 都是少数人 少数的工作人员 美国的政党啊 连个党员名单都没有 我准确点说啊 是一个全党的完整的党员名单都没有 你想要入共和党啊 你可以在这个本周的啊 这个网站上 或者全国的共和党网站上 输入你的名字和地址 你可以登记成为共和党人 但是你登记完了之后意味着什么 仅仅意味着你是 共和党中的热心人士而已 人家知道啊 你热心到居然来跟我们登记啊 那平时呢 就多给你发点邮件啊 多问你要点钱 那么开会了 多给你发个通知 就如此而已 那么谁是共和党 靠什么判定呢 就是他自己认为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不用登记 也没有入党 也没有入党仪式 马斯克如果今天说自己想变成共和党人 他发个推就可以了 那么他要退出的话 再发一个推 也就可以了 所以就这样啊 所以你也一样 每个人都这样啊 你咱们说是共产党啊 那共产党那 那就是 那那个组织严密啊 那就是跟黑帮一样 入党跟入帮会一样 入黑帮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比黑帮还要 还要有仪式感啊 所以共产党不仅有名单 还有正式的入党的仪式 对不对 或者入帮的仪式 关键是在仪式上 还要对那个血红的这个党旗要发誓 一生献给共产党 永不叛党等等等等 你会说这个没啥 他们就爱搞这些形式呗 有什么了 不是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 大家知道啊 人啊 人发誓啊 在神看来那不是开玩笑的事 这个天地神明都看得见 你发了誓 你如果用发誓的方法来讲一个话 你是要履行誓言的 你如果不履行的话 就会有后果的 所以为什么美国总统就职 手按着圣经要发誓 效忠美国有宣誓的誓词 出庭作证要宣誓这个不说谎啊 这不光是人间的一个形式 这都是 宣誓就是天地神明都看得见 真的是有后果的 你不能不当他回事啊 那么对于这个共产党啊 这中国共产党 可以说这他这一辈子啊 叫做一生啊 是坏事做尽 大家知道啊 善恶到头终有报 这中共最终是有恶贯满盈的那一天 那么报应来了 报给谁 报给共产党对不对 谁是共产党啊 你是共产党 他是共产党 谁是共产党 那共产党承受报应的 这个这个共产党是什么呢 就是共产党 他的组成 他的粒子 每个粒子 就每个个体 那准确的说就是发过誓入过党的 那么这就是 共产党的组成成分 神要是报应 他就要兑现那个誓约 因为他要永不叛党 要为共产党共产主义献出生命 那你就为此要献出生命啊 所以呢 所以你要免货的话 如果报应来了要免货 或者报应没来你要免货的话 就要做一件事情 就你要把那个誓言给退掉 你要把那个誓言那你发誓啊 你发誓那个誓言你要退掉 这就叫做退党 所以现在 现在这个大纪元 发动的这个退党的运动 他真的是有道理的 很多人不相信啊 我没参加共产党什么活动啊 老早就不跟他没关系了 我老早都不交党费了 我自动退党吗 自动脱离了 我跟共产党没瓜葛 不用废这事儿 但是不是的 因为你发了一个誓 你没有解啊 你发了一个誓 你说我觉得不算就不算了 天地神明都是你的手下 你说一句没事就没事了 他们就认为没事啊 一个人发誓就是誓言 是要兑现的 你要不想兑现的话呢 你就得正式的书面发声明 也是一样啊 告诉这个世界 告诉天地神明说 我退党 我废掉那个誓约 对否则呢 到时候真的是报应来了 到你的头上 真的说来就来的 所以像暴毙啊 得瘟疫死掉啊 就真的有这么可能性啊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你说怎么退啊 怎么退啊 怎么退呢 大纪元有个退党网站 你到网站上发一个声明啊 然后呢 就是把那个誓约废掉啊 然后呢 这样就可以解除这个誓约 那你署名啊 你说我在那儿退党 我就很危险怎么办啊 共产党不会查那个网站吗 你用假名都可以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当初入党的那个仪式上的那个誓言把它废掉 给天地神明看 有自己的平安 我说到这儿啊 怎么讲 我确实是当真说的啊 我希望朋友们能重视 因为看我这个节目的人 看的多的人啊 应该知道我这个人 我不说谎啊 或者我希望你相信我不说谎 好不好 那么你可以自己判断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我真的很认真的说这个事啊 所以呢 其实啊 大纪元他发起这个退党网站呢 是一个 怎么讲呢 真是一件做一件很好的事情 帮助大家免这个祸 解除这个誓约啊 所以呢 那我觉得有的 我就说有的人还在会说些怪话 我觉得他就不理解这件事情 背后的原因 我说这个退党的意思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好 所以呢 这个 我回到 还有呢就是说 不光是党 团队都是一样的 共青团少先队都发誓的 都发誓的 这是发誓的 所以跟入党是一样的 所以要记得都要去退团退队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们说了 共和党 美国的共和党就是一个俱乐部 那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是什么呢 用中国的话呢 就叫做中央委员会了 那就权力的中心 对吧 一个党的权力中心 嗯嗯 但是在美国不是的 美国的共和党的中央委员会 它的全国委员会 就是一个秘书处 或者叫一个办事处 那么这个办事处啊 就从1856年开始 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成立 叫做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 每一个州的共和党人呢 就派一个人 选一个人来 后来呢 就是符合条件的各个州啊 什么是符合条件各个州 就是你在各州啊 你是州长的 或者你在这个 就是叫做参议院 中议院你占有多数的 就是你在这个州 共和党在这个州 对不起 说了算数的 你就可以多派人来 你可以派党主席来 那么这么弄一弄呢 到现在呢是168人 168人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标准呢 就是你得说了算 你比如说 加州共和党的加州 输得光光的啊 你就派不来主席 人家不要你 因为你没有实力啊 所以他是一种实力的代表 好 那么现在说哈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这个RNC他干什么 他干两件事啊 一个是虚事 一个是实事 虚事是什么呢 他就要打造党 这个下面四年的纲领啊 或者在下面一段时间的纲领 并且为这个纲领做包装啊 做包装打造品牌 这是这个务虚哈 务实是什么呢 募款啊 募款筹钱 那么决定这个这个钱投给谁啊 包括决定这个竞选的策略 帮助各地的共和党人能够赢 还有就是办共和党的全国大会 全国代表大会每四年一次 也就是说在今年七月份哈 在这个 呃 威斯康辛的 Milwaukee哈 开的这个这个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从中会选出 他们党的候选人 川普会在那个会上 正式正式这个这个当选 还有就是办那个总统初选的辩论 就这么些事儿 那没多了就这么些事儿 所以大家听明白哈 这个RNC啊 他就是一个办事处 他主要就是做这个 物须然后再加上募款 决定如何花钱哈 所以他是个帮忙的 他不是个领导机构 他是个帮忙的 OK 好那共和党的领导人是谁 不是党主席哈 不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他一般的就是共和党 共和党内公权力最大的人 公权力最高的人 就或者说叫最高的当选官员 那一般就是总统啦 如果如果不是总统的话呢 就是大选的候选人 哈 那么这个就是在全国层面 在各个州也是一样哈 那么各个州你在各个州呢 也有一个这个本州的 共和党的委员会 全州委员会 那么这个党的领袖呢 不是那个委员会哈 而是这个州当选的 共和党的州长 或者说当选的 共和党的参议员 参议员就最大嘛 所以在民主党内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哈 但是民主党现在好像是 纪律越来越严明哈 就有点越来越不像 美国的传统政党了 所以我说共和党 就是美国的传统政党 所以在美国啊 大家知道哈 一个党啊 他像个俱乐部一样 那么这个党谁说了算啊 党的中央委员会 或者全国委员会 为谁为谁服务 为当选的最高官员服务 谁赢得公职 谁就是这个党说了算 这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其实他的传统 所以呢 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回到川普啊 川普就不是独裁哈 他已经要选上了 他就按照共和党的传统 来挑一个新人 来当他的办事处主任 好嘛 其实啊 这个麦克丹尼尔哈 他其实当年的就是那个 密治安州啊 密治安州的共和党的主席 州的委员会主席 其实2016年川普胜选之后呢 就挑了他来当 就他也是川普挑的 来当共和党的主席 一干就是干了七年 其中是三次连任哈 连任选举都连任了 所以你好像觉得这个 他是选出来的哈 不是川普任命的 哎 因为基本上这个168人的 这个这个RNC哈 这个这个这个党的委员会 他们的党代表 基本上听总统的 总统挑了谁 他们全都尊重 就去选那个人 所以虽然三次连任 三次选举 是因为川普一路都认可他 好 那么这就是美国的 就是政治传统哈 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 是哪个党来的 他就是最大 他就是这个党的领袖 他说谁 是当这个主席 谁就是主席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传统哈 所以呢 那个麦克丹尼尔嘛 昨天这个辞职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依据传统 初选之后 候选人有权选择他的主席 他就鞠躬下台 这就是他 就是符合了美国的 这个共和党的传统哈 因为川普赢了南卡嘛 铁钉当选 所以他就是 共和党的当然领袖哈 也就是RNC的新老板 全国委员会的新老板 这不是规定 而是共和党的传统 好 那么这次他 他把麦克丹尼尔换掉之后 他选了谁呢 他选了一个叫做 惠特莱的人哈 沃特莱哈 这个沃特莱 沃特莱 这沃特莱呢 在2019年以来 过去五年呢 一直担任是北卡的共和党主席 大家知道麦克丹尼尔 以前是密质安的共和党主席 这次挑的是北卡的共和党主席 这次挑的是北卡的共和党主席 那为什么挑他呢 三个原因哈 第一个呢 这个川普在2020年赢下北卡的时候呢 当时北卡有个很厉害的一个民主党的州长 但是呢这个北卡的共和党主席 这个沃特莱吧 在这个州呢 就把那个这个州的舞弊压缩到最小 那么在大选之后 沃特莱呢认为说 美国大选2020年是存在舞弊的 他也从来不隐晦这个事情 所以川普挑他的意思 你就读得出来 川普的重点是要确保 2024年大选的这个选票 选举是安全的 安全是可靠的 就是所以选他 就是在这个时候换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别的原因呢 那是坊间的猜测哈 就是 当初川普的总统初选辩论的时候 川普是主张别办辩论 但是RNC还是办了 他办了一个川普不出席的 这个老二老三老四 他们在那变来变去的这个东西 所以川普就很不爽 他就根本是捣乱嘛 对不对 本来我就是共和党的当然共主 为什么你们还搞这个初选辩论 这据说是另外一个原因哈 那第三个原因我想最根本了哈 还是个能力问题 那么在过去麦克丹尼尔做了七年 等于川普认可他做了七年 三场选战都没赢哈 所以呢 包括说去年 结束的时候呢 共和党的那个 钱包啊 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的钱包 只剩800万块钱了 民主党是将近20 2000万 所以呢是比不上对手 虽然在一月份的时候一下就募了1200万 但是我想哈 这个跟麦克丹尼尔的能力没关系 这是跟这个川普被告有关系 川普被告他的民调就会跳升 他的这个怎么讲 募款就会就会往上冲 这几乎是毫不 也没有任何疑问的一个铁律了哈 反正这个麦克丹尼尔嘛 他这个人还是不错了哈 他是他是顶川普的 只是说呢按现在的哈 时局发生的这个情况 按照现在的标准 他没有那么的保守哈 他就跟那个麦克丹尼尔比较像 比较像 虽然是顶川普 也确实顶 他也确实是 怎么讲呢 叫做共和党人 但是呢 他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坚定吧 哎 包括在这个舞弊问题 2020年的这个大选的这个问题上哈 麦克丹尼尔就含糊其词 但是沃克莱呢 就是坚决说就是有这回事 所以这也是川普对他不满意的哈 不满意的地方 那么在今年的十一月大选那是想大战的哈 这双方谁都输不了 你在这么关键的问题上你含糊其词 那川普就不信任他 当然川普也不是随便把他录掉了哈 2月5号呢 就请他来到海湖庄园 川普就谈了好一会儿 谈完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话不投机 那川普谈完之后就说 难卡选后就考虑换人 好吧 那当然了 这个现在呢 就说基本上换人他也没有什么抱怨哈 因为这就是共和党的传统 因为这个RNC呢毕竟是个非常重要的办事处 他存在募款 存在花在谁身上 对不对 这个谁是谁的候选人 跟川普对不对路 这就是这个RNC 这个川普需要RNC做的事情 给他办事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涉及选举的关键战略 因此呢 他就让他的小儿媳妇哈 小儿媳妇出来做 所以是这么个关系哈 好吧 那那就这样了 当然我已经说过了 麦克丹尼亚懂这个传统 所以呢也没有任何 也就下台了 没有任何的刀光剑影 也不需要把谁架出去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就换人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短节目哈 好下面呢就是大选的冲刺了 拜登和川普谁都舒服起的 2024年大选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哈 那么大家走的时候哈 那个大家记得哈 到大纪元的网站上去做一个推党 推团或者推对的一个动作 真的很重要哈 我跟大家不是在这随便说说的哈 大家别忽略这个事儿 好在最后的结尾之前 再跟大家说一说哈 美国建国之旅 那么今年的春季 这个叫做精华油就要开始了 那我们去年已经办了三次了哈 所以总结所有的经验 今年就是一个精华油 我们跳最好的地方 那非常邀请您能参加我们这个旅程哈 那么什么原因呢 三个原因哈 第一呢这是春天最好的时候 出去呢可以吃好睡好玩好 我们会打点路上的一切 第二呢这是一个 我们去的都是最经典最有意义的地方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第三呢就是跟保罗斯考森教授哈 我跟他一起来带队 加上星田和他的斯考森的太太 那么一起带队 真的是一路讲的故事 会带给您一个独一无二的旅程 美国建国之旅哈 您将学到的是美国一百年来哈 花了一百年 那么积累的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根基的认识 也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美国 好吧 这个旅程非常适合全家都来哈 所以呢就我想 我想我的热情邀请您哈 就不要犹豫了 那这个报名电话是8007262679 8007262679 希望在4月12号 在波士顿能够见到您 拜拜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建国之旅 一生必走一次的美国建国之旅 squeezing 表里挺重烈的 只不知 但是 还有 不会 亨奖 这是 感谢观看